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中華航空 我是陳佩華 以下是我們的組員 那麼我們會用一個小短劇 來介紹中華航空的運輸過程 剩下期間瑪麗跟朋友到日本玩 要不然都貨幣點直了 買了超級多半手禮 結果 你看我心情差不多裝不下來了 這些飲料糖果還有家電3C用品 怎麼辦都帶不回去了 好好好 請你誠心為您服務 耶 這樣就可以拖 好 進回家囉 我是海洋艦報官 我來取貨囉 海關 這邊這邊 我是海關 那我們現在來檢查貨物 我的體積 由 重量 由 國家 台灣 太棒了 大家好 我是請散散 大家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大家好 我是可愛小鏡頭 準備 起飛囉 咻 過預安全抵達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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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我們藉由SWAT和5B分析 針對中華航空的問題做Future Strategy 中華航空會成立於1990年 由尚普所示 他的網路遍及27個國家87個城市 那麼中華航空他同時有用楊子江快運機場的 快運航空的股權 那麼中華航空藉由加入天和聯盟的行業 提供客戶最快捷最方便的運輸方式 那麼可喜可喝的是 中華航空於2013年存貨量達到119萬 並且排名全世界第六名 此外 中華航空底下的子公司華信 於1999年合併於中華航空 那麼華信他承擔了中華航空國內航線的業務 那麼至於他將國外業務就交給中華航空 那麼另外中華航空的四大產品服務 有快遞運送服務 特殊貨運送服務 還有一般運送服務 那麼我們主要要說 特殊貨運服務 還有特殊貨運服務 特殊貨運服務 特殊貨運服務主要是由貨運獲主兩方 共同簽訂特殊貨運的合約 那麼特殊貨運服務主要包含有 精緻化、精緻的藝術品 還有醫療器材 那麼最廣為人知的中華航空的服務 有eFlight eFlight主要是能夠降低成本 減少紙張的複雜程度 加速貨運 就是可以簡化文件處理 然後讓文件更精確 並且藉由文件的電子化 能讓線上服務更加有效率 那因應線上服務的效率 中華航空有他的網站客服 相同於網站的服務 在中華航空他們推出了APP APP不但能讓客戶快速的 瀏覽他們的航班 並且能夠直接與客服聯絡 確保他們的貨運狀況 那麼以下是武力分析 那接下來由我來介紹一下 現有競爭者的競爭程度 以及供應商的溢價能力 首先是現有競爭者的競爭程度 我們這邊會以三個點來衡量 首先是產業成長率 第二個是現有競爭者的數量 那第三個就是退出障礙 首先在產業成長率的地方 如果一個產業他的成長比較緩慢的話 那在這個產業裡面的廠商 他會想要想定辦法去爭取這個產業的施展率 讓他們的競爭會變得比較激烈 所以因此我們看到這張圖 他是航空貨運在未來的成長率的預估 在30年後他的預估成長率會到達4.7% 那他的成長率越高的話 他的業內競爭就會相對比較低一點 那下一個就是那個現有競爭者的數量 根據我們上網查的JagTress的網站公布 目前有176架航空貨運業者 那現有競爭者的數量越多的話 我們的競爭就會越激烈 最後一個是退出障礙 退出障礙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波音飛機的價格 那我們可以算出 平均每一架飛機造價約需要2億美金 那下一張這張是前六代航空貨運公司的 貨機加速的圖表 那我們算出平均每家公司擁有168架貨機 所以根據以上的這些數據 背機的價格以及背機的價數 如果要成立一家公司的話 他的成本非常高 需要3847億美金 那當他的投入成本非常高的時候 他的公司就看已經虧損了 他也不會輕易的退出 可能會採取殺價競爭 讓他們的業內競爭變得更加的激烈 所以根據以上的三點 產業成長率以及現有競爭者的數量 還有退出障礙這三點來衡量的話 他的現有競爭者競爭對 對立競爭是比較中間高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供應商的溢價能力 供應商的溢價能力的話 我們這裡有兩個供應商為主 首先是背機的供應商 再來就是油料的供應商 在飛機供應商這邊的話 這張圖是現有使用的貨機的製造商的圖表比例 主要有7家 那很明顯可以看到的是 集中是以空中巴士還有波音為主 那這個圖表的話可以看出 他的貨機的供應商非常集中 已經超過了那個航空運輸公司的集中程度 因為每一家航空運輸公司都需要跟那些供應商買飛機 所以他那個貨機的供應商的溢價能力會比較高 所以再來就是油料的供應商 再來這邊這張圖是最近的國際燃油走勢圖 可以很明顯看到在2014年的時候 油價大幅的下跌大概是40到50美元之間 那三張圖是邊境燃油的使用效率的趨勢圖 隨著科技的進步 飛機燃油的燃油效率提高 那加上前面的那個原油下跌這個兩個原油加在一起 使得供應商的溢價能力會被削弱 所以綜合以上剛才講的 飛機的供應商以及油料的供應商 這兩點來和量的話 他的供應商的溢價能力是中偏高的 那我接下來介紹消費者溢價能力這邊 那我們在購買者這邊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中間的購買者是貨運承染液的部分 或者是說代理公司 那終端購買者就是貨主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貨主我們這邊又分成了兩種運貨的模式 第一個是委託承染液 第二個是他直接來交貨 檢疫圖這邊呢第一個就是貨主委託了承染液 一起報關之後到航空公司到目的地的航空公司之後 出關然後由承染液負責把貨送給各個貨主 那第二個就是沒有透過承染液的部分 是貨主直接委託航空公司 運到目的地的航空公司之後 貨主再直接來收貨 那我就先來講中間購買者承染液這邊 他是主要辦理航空貨運貨物集運的工作 他幫貨主就是我們大眾省區了很多的流程 因此是有這個市場需求的 那承染液的業務內容主要有進口出口還有專口的貨運 那現在的承染液的多半兼具有報關以及內入運輸的服務 也就是下面這一項的整合型的航空貨運業者 那因此承染液在垂直整合程度這邊是逐年提高的部分 還有一點是現在的航空貨運公司有非常的多 我們來看一下有三種種類 第一個是全貨運、貨運子公司 還有客貨運混合的部分 有非常多可以看到 好所以承染液他在選擇性這邊就增加了 那哪一家便宜就跟他合作 因此承染液的價格明暖度是高的 那我們總和來看就是承染液的一家能力 為什麼是高的部分 第一個他是主要的辦理者 第二個他提供了整合性的服務 第三個航空貨運公司的市場競爭非常的激烈 上面這張圖就是剛剛說的 中間購買者承染液這邊一家能力是高 那接下來我要講中端購買者貨主部分 為什麼一家能力也是高的 貨主他的需求就是要運輸快速 運輸快速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他的破損率可以低 第二個是可以提早回收貨款 加速資金的走轉 第三個是他可以降低庫存 還有存貨管理成本 也就是貨主就希望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拿到最好的服務 那在貨主總結這邊呢 第一個他還有其他的可以運輸貨物的方式 像是海運、陸運 第二個是承染液及航空貨運公司 現在有非常的多 因此貨主對於價格明暖度也是非常的高 再加上現在網上公開的計價方式 也就是整合上面四點、第五點 現在貨主他轉換到其他家 不管是承染液或是航空貨運公司的成本 都是非常的低 下面這張圖整合剛剛兩個 中間購買者以及中間購買者 承染液跟貨主溢價能力都是高的 因此在消費者溢價能力這邊是偏高的部分 接下來負責替代者的威脅 替代者我們先把他區分為國內以及國際 國內的話他的替代者分為陸運跟海運 然後國際的話就是海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會以時效性去區分他的替代者的威脅能力 然後現在先為大家做一個簡短 用運輸方式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以航運來說呢 他適合運送價值高、體積小 然後還有時效性高的貨物 然後海運的話呢 是適合體積大、重量重、價值低、耐保存的貨物 那陸運呢 因為他必須要行駛在路面上 因此呢 他會受到區域的限制 而鐵路呢 他是因為有專用的鐵軌 所以他的運輸量可以比較大 而至於公路呢 是因為他的運輸密度高 他的機動性比較強 可以形成多日多日的效率 但是呢 他的運輸量就會比較小 接下來如果是國內的話呢 他的替代的就是陸、海運 那如果你的貨物 他有較高的時效性 而且你的運輸距離比較遙遠的話 消費者會傾向於選擇安全的航運 因此呢 他的替代者威脅比較低 如果你要運送時效性較低的產品 然後你的運輸成本要低 再貨量又大的話 你會選擇陸運跟海運 因此呢 他們的替代者威脅能力較高 接下來是國際 他的替代者威脅的話 就是屬於海運 然後如果你要運送的貨物 他的時效性比較低的話 因為海運輸贏量大 所以說 而且又預費低 因此呢 他的替代者威脅會比較高 如果你運送的貨物 時效性比較高的話 你為了要保持產品 最佳保鮮期 或者是讓他外觀不會受到傷害的話 因此都會選擇航運 因此他的替代者威脅比較低 而接下來進入 潛在進入的部分 會分成四點去做評估 第一點的話呢 就是資金的需求 但你要進入航空或運產業的話 至少要購買一輛飛機 購買一輛飛機就至少要8千萬以上 因此他的時間成本 就是想依照這個郭英的圖表來說 那這樣的話 你所需要的資金就會很高 因此造成他的進入障礙高 第二點呢 就是時間成本 當你要製造一輛飛機 就至少要三個月的時間 你還要再加上人員的培訓 以及招募的時間成本 那就至少需要兩到三年以上 因此呢 他的時間成本 會造成他的進入者障礙高 然後第三點呢 就是供應面的規模經濟 當你購買大量的飛機的時候呢 才能夠降低供應商的溢價能力 才可以購買比較便宜的飛機 因此但是呢 你就必須要有大量的資金 能夠去購買飛機 因此呢 他的供應面難度比較高 然後最後一點呢 就是需求面的規模經濟 當你是一個新的進入者 你就必須要與現有的航空貨運業做比較 那現有的航空貨運業 他們都已經很有 既有的顧客忠誠度 還有信任 而且他們也建立了 不夠多的航線 當你是一個新的進入者 你就必須要有這些進入的難度 總結的以上四點呢 就可以發現說 他的進入難度很高 因此呢 他的進入者威脅就會降低 那以上這就是我們的FORETER物理分析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SWATER分析 首先我們要講的是優勢 第一個優勢就是 中華航空貨運是世界城市大的航空貨運公司 他們在根據IATA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裡面的資料來顯示 國內加國際的航空貨運量排名第10 而在Supply Chain Digital裡面也排名第9 中華航空網路遷布全球27個國家 84個城市 他的航空貨運能力是備受服務肯定的 再第二個是他的飛航服務品質屢獲大獎肯定 他自2000年以來就貨班都向國際大獎 從2014年產聯美國Global Traveler 北亞這家服務公司 以及貨班ISO14001及5001等 服務及能源及管理驗證 接下來這張圖也可以看到 他們每年都給自己設定了一定的節能目標 如此可以證明他們確實是一個節能的公司 也可以讓國際的補貨單 讓他們更相信採用這家航空 這家貨運公司 第三個優勢是他們是全球規模的第八大機隊 和貨運擁有21架波音747-400F貨機 大規模機隊能夠讓他的航線更加的彈性化 再來第四個優勢是他的經營相對穩定 他雖然近年已經轉移為民營化企業 但是他政府的持股比例仍相當高 我們可以經由這個表格看到 他的前三大股東分別是聯發會、行政院基金管理會 以及中華電信 三者持股加起來將近50% 讓他即時在虧損的情況下也會面臨倒閉的風險 接下來是劣勢問題 首先是他的非安級勞資問題嚴重影響外在的形象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國際的航空安全檢測 取前60名 華航排名第59名 可以看到他們的成績並不好 而勞資問題在2005年級2015年的時候 華航都發生過員工超時工作 然後但是華航資本並沒有積極處理這個問題 後來又爆發了華僑巨大華航運動 種種事項讓外籍航空公司讓對華航的關注不斷上升 也讓他們的外在形象下滑 再來是收益過度依賴美洲地區 我們經由這張表可以看到 華航的收益大部分都集中了美洲地區56% 雖然近年來東環亞洩炎不斷增長 但是北美區仍然是占大宗的部分 這張是IATA的統計數據 就是全球的商品貨運量會跟隨著經濟的力量波動 在2008年的時候 就因為金融海嘯 所以商品貨運量大幅降低 由此我們可以證明這個依賴性 再來第三個劣勢 華航的機種是單一化的 我們剛剛有在優勢的部分有提到 雖然它是規模第八大的貨運機頓 但是它的機種就只有19 就是貨運747-400 只有單一化的機種讓它在運貨物的時候 會有種種限制 就不能再超過300公分的巨大物件 這時候他們就有需要租用到更大的運輸機 如AN25的 第四個劣勢 是它的承染液過多沒有符合效益 華航與超過100多家的承染液簽約 但是光前20家就佔了營收的80% 代表剩下的承染液並沒有發揮應有的效益 不會華航帶來應有的營收 那接下來我講那個機會的部分 第一點 機會第一點 兩岸直航的商機跟貨包政策 那就是那個近年來 因為2008年以來就是兩岸直航的政策呢 所以對於航空貨運群跟物流產業有許多的受益 那這是民航局的資料 根據民航局的數據 那民國98年到民國103年 從66000公噸到20萬公噸 以三倍的速度成長 那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數據的變化 那因為AFA簽動了 簽署這個協議之後 有推動了貨貿跟福貿跟投資協議 那其中有一個貨貿來進行說明 那其中貨貿有四點 比較影響到我們貨運業就是 貨物的名稱定義明確 還有提升效率跟加關空壞速度 對不對 然後跟降低貿易障礙跟法規設定 以上這四點呢 就是可以怎樣來說去幫助我們貨運業 那同時可以降低一些不必要額外成本 接下來第二點好像是航空城所帶來的機會 根據航空城的資料指出呢 他們主要發展核心是有 金融行政農心娛樂以及航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從他的計畫書當中看到 可以帶來兩兆三千億的產值 跟八百三十億的水收 那其中主要帶動的產業群有 貨物承染業跟航太產業群 航太產業群跟貨運業 那所以呢這也是對我們華航也是個機會 現在第三點 國際油價值與下降對航空業的影響 那就是 經濟部能源局所提供的原油的平均價格 從2013年年初的平均一桶一百美元 到2014年平均一桶一百美元左右的價格 因為大家都知道 油料成本在賺的那個航空貨運業的營收三成 所以這對華航來說是一個機會 是個幫助 對 接下來是航空貨運的成長 根據IATA的資料指出 未來的18年就是2013年左右 我們貨運的成長量會以兩倍速度成長 對然後 再 等一下就是 威脅的部分 對 中歐鐵路的崛起 大家都知道 我們貨運業有海陸空三種 那 近期的那個中歐鐵路也在發展當中 那個 從IATA的2015年第一季季報當中提出 就是中歐鐵路是一個 相當有發展可能性的一個 嗯 威脅 那有可能產生的 也有它的發展可能性 所以 可能會對華航產生的一個威脅 那 現在是第二點 國際巡視動盪 今年來911事件 對美國造成恐怖攻擊 所以造成一些 航空業者的恐慌 還有 ISIS 導致一些 種族對立 飛機擊落 那還有 烏克蘭事件 對 然後烏克蘭跟俄羅斯的對立 所以呢 造成的部分 空域的進行 跟 繞到 所以導致額外成本的增加 那 最後一點是 現有競爭者眾多 嗯 剛剛我們提到 現有競爭者眾多呢 會導致競爭計畫 對 然後 目前的 航空貨業有176家 嗯 而且 許多競爭者的規模 航點 知名度 等等 都領先華航 所以這對華航來說 是個威脅 對 然後 以上就是我們主要的分析 那接下來 接受完我們的 武力分析 以及 swat分析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將會 針對武力分析中的 潛在進入者 現有競爭者 以及 時效性比較低的替代品 以及 swat裡面的 weakness 還有thread 去總結出我們的問題 然後再利用我們的 future strategy去解決它 那問題整理第一點的部分 就是華航它的優勢不為人知 像是剛剛有提到的 華航目前是 目前全 就是前十大的貨運公司 還有它的環保節能 都受到國家肯定 可是這些消費者又 這些資訊消費者 又有多少人知道 那另外單一化的飛機 就是它使華航的貨運的種類 還有大小受到限制 以及華航的勞工問題 仍會受到重視 像是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華航它實際採取的措施 消費者其實原來都是不清楚的 那承南業過多會符合效益 就像剛剛介紹的 就是前20家才真正的 為華航帶來效益 那因此我們制定的 future strategy第一大點的部分 就是精益求精 那目前華航它就是有加入 第二大的天和國際航空組織而已 那我們希望它可以積極的努力 加入第一大的新空國際組織 不僅可以與更多的公司 還有飛機共享平時權以及地勤 更能夠減少貨機等在空頻率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幾種多樣化 假如是熱門航線再加遠距離的話 就可以採用新飛機 因為像剛剛我們就提到說 新飛機它可以比較省油 像我們資料顯示說 假如是採用新飛機的話 一年大概可以節省新台幣3億元 那經營比較久的飛機 我們也不要讓它擱置不用 我們可以讓它飛比較冷門的航線 使華航的飛機有更高的使用效率 那下降體驗的部分就是根據我們調查 澳洲的某一家航空鐵路公司 上層就有體驗基層員工的艱辛 然後使上層知道其實底下員工也是很辛勞的 然後可以制定更好的政策 那垂直整合的部分呢 像剛剛就有提到它的承染頁 並沒有為華航真正帶來效益 我們建議華航它可以成立屬於自己的承染頁 像是目前市面上屬一屬二的DHL和ZDEX 它們有成立自己的承染頁 使它們可以成為大家眾所皆知的貨運公司 那推廣的部分像是在台灣的大家 相信大家在電視上面都可以看到 長叉航空公司有關Hello Kitty的廣告 可是請問大家有多少人看過華航的廣告 我相信沒有多少人 因此我們建議華航應該要積極地利用電視 或是網路去做他們的promotion 那閱歷的部分像是華航前幾年又發行閱歷 可是他們因為沒有好好的使用電視以及網路去推廣 使他們的這個閱歷的效益並不是很好 那綜合上述就是我們的Future Strategy 那希望華航在支援我們的建議之下 未來的影韻可以更加優良 答案 答案 若您是選擇副X航空 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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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就是機靈叫酒的那個飛機 我會覺得說會不會機靈酒的飛機 就像剛剛復習會醉 因為如果要保養的話 可能我覺得花的錢反而會更多 可是當假如它是 假如它是飛新的航線 而且比較是熱門航線的 就比較熱門航線的時候 它這樣子來回來回 它花的油錢會比較多 假如是熱門航線 採用機靈比較久的話 因為它飛的次數比較少 我們所說的機靈比較久 也不是它的體質不好 當然它就是飛機到一定程度 就是要淘汰它 可是所謂機靈較久就是 跟新飛機比較起來 我有個問題 你們剛才說它Weakness是因為它是 單一機種對不對 你們要不要投影片 然後你們能不能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單一機種 是他們的Weakness 因為就是只有一種機種 所以我們在承載 就是它的內容 就是它的那個帶運量是有限制的 就是如果我們需要承載到太大的物件 我們那時候就沒有辦法用 就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服務 就需要 剛才好像聽到說 超過三百公分嘛 就到另外去借租飛機 那你覺得日常生活中 就是大部分的時候 什麼東西會超過三百公分 然後你還需要很快抵達目的地 我覺得這是特殊的 就是大量貨運的那個下單的情況 就像大型機械或者是 比如說 你覺得呢 台中捷運的吊車 沒有 吊車不會用那個嘛 吊車不太可能用風玉苗 目前知道有一些那個 飛機的那個 零件組也會用飛機去站 飛機的零件組 所以你說機翅嗎 就是它可能因為它的飛機 就是飛機的翅膀 它裡面可以再放小飛機 然後把它收到它的 就是目的地 就是它的容量會不一樣 OK 好 謝謝囉 謝謝